大家好,歡迎收看Holing Sum Reads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When Breath Becomes Air by Paul Kalanathie 如果你也有興趣的話,記得繼續看下去 在開始之前,記得按下訂閱和鈴鐺 下次出資訊後,我們會馬上知道 你會快速的簡介 大家看到這個cover會想起什麼呢? 看到一位醫生,他穿著醫生袍戴背著我們 沒錯,其實作者Paul Kalanathie 是一位neurodoctor,神經外科醫生 而他在這本書中講述 他如何從小時候讀書,到入到神經外科 之後再很勤奮地做residence doctor 因為太薄,癌壞了身子 所以不幸患上癌症 在fight against cancer的過程中 他跟他老婆非常勇敢地面對 然後,成功打敗了男性一次 回到做doctor,誰知道也是太薄 所以又癌壞了身子 Cancer最後復發 最後他不敵、癌摩、離世 這本書是講述他的經驗 大家都看到這個故事非常感人 又有什麼書評可以說呢? 在這本書中,我發現了Paul Kalanathie 對他的太太的愛 由於Paul Kalanathie自己也有被神經外科醫生 所以一有一些不舒服的時候 其實他都很容易會感覺到自己是否有病 甚至大型的病,即是cancer 在第一次發現自己有cancer之後 他叫他老婆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如果他不幸離世的話 他老婆一定要remarry重家 因為他不想見到他老婆 正是活著過去懷念他的先生 在當時,Paul Kalanathie第一次 患上癌症 在三十多歲 可以看到他們的人生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漫長的老老客 所以從這個決定 我們看到他很愛他老婆 第二件事就是他們立即計劃生孩子 都明白到如果患上cancer 接著再要照顧小孩的話 是一個非常難抉擇的決定 究竟是照顧小孩 還是照顧他的親子好 這個應該是很難做的 不過我看到Paul Kalanathie 這位醫生和他老婆 因為都很想延續下一代 將他們的愛延續下一世 所以他們就立即去儲定一個sperm bank 當然也沒有力做人 在這裡我看到很清楚 他對他太太的愛是很好的 雖然可能最後都令到太太很辛苦 又要照顧他 又要身子做他 又要照顧他 新的嬰兒 不過我相信 現在Paul Kalanathie已經是理世了 他太太將會對著他兒子的時候 非常之欣慰 因為覺得他的公元 都不在身邊 第二件事要評論的 其實就是他作為醫生的生涯 這個在一開始看的時候 我會有點大問題 因為一開始看 我對於這本書 是很高的期望 因為《When Death Becomes Air》 都是在外國一致好評的一本書 所以我一開始會覺得他 是期望很好看的 這本書主要來說 就是一開始說了很多 關於如何由醫生慢慢讀書 讀上去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也覺得有點悶弱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這本書 是關於生死 為什麼你要花這麼多篇幅 去說你一開始讀書的時候 心平呢 一來我明白到 因為Pokalanathie 即是三十幾歲 他的人生路不走了很長 所以可能沒有什麼可以寫過 或是寫自己作為醫科生的感想 但去到這本書的很後期 我就終於明白 為什麼當時 他要花這麼多篇幅 去表達自己 一系列學習的東西 幾點是他做醫生這件事 影響了他往後面對癌症的時候 第一就是他的病人 反而鼓勵了他要勇敢面對癌症 他在書中說到 他整天安慰病人就安慰得多 當這件事發生在自己身上 基本上是給不到反應 所以當時他反而想到他的病人 是如何去因應接受 就算最後真的要離去 都要好好安頓一切 第二就是講述 他自己對於自己王上癌症的時候 有一個問題 其實Pokalanathie 也有一個主親醫生 名叫Emma 由於他本身是神經外科醫生 Brain Cancer的時候 遇到一些X-ray 是一定不自己看的 不過 他跟他的主親醫生Emma 亦是很有共識 但究竟今次應該去做surgery 便療症還是放在這裡 不理會 他會把所有的決定 給他的主親醫生Emma 這裡我會看到 因為他自己身為醫生 所以反而把所有的條件 交給他信任的醫生 因為可能這件事 旁觀者清了 或是因為當這件事 降落在他身上 當癌症當落在他身上 反而他有點亂肚 所以其實在這本書裡 我也覺得很起初妄外 就是他沒有為自己沉症 沒有為自己編一個配方 反而真的把自己的生命 交到Emma身上 患上癌症 令他更加珍惜他的工作 在他第一次患上癌症的時候 他要完全停止工作 之後他康復後 他也考慮和太太商量了很久 究竟可不可以回去做醫生 因為覺得這樣太扯了 不如好好享受他人生意 又不是等錢開飯 不過他最後也有決定回去做醫生 因為他覺得他的身體 就是花了大盤在這裡讀醫科 他覺得幫人很有樂趣 雖然最後他也因為做醫生 而overwork了 令到自己的行政方法 不過他也沒有後悔到這個體驗 我們會看到 其實Paul Carranelli這個作者 他真的很有醫德 很偉大 不會只把自己的interest 放在最前的醫生 第三 我在這本書裡 看到Paul Carranelli的 Time Priority 即是因為他人生好像在吐數 所以他很容易可以分到 自己哪件事最重要 哪件事最不重要 在書中他提及到自己 如果知道自己有多少時間症的方法 他說如果一開始 他知道自己還有十變症 他會算是做醫生 那麼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如果他知道自己只剩下十個月 至一年來 他會考慮寫一本書 紀錄自己人生 當然原廠的生涯也不是一樣 但他說如果只剩下一個月 他會把這個月完全給家人 其實 在臨死之前 我們很多時候都患然經過 是去到死到臨頭 才會發現 甚麼對自己最重要 當時人的理不妨可以想一下 工作是否真的減重 我也要跟自己說一說 為工作挨壞了身子 是否真的值得 有多少時間可以用你做自己 喜歡做的事 有多少時間是要你撥伏的事 第四 這本書很好看的地方 是因為 最後他們還有一個大的twist 在這本書遇到八成的內容的時候 突然間 Procalinity 的病情急轉下降 他沒有辦法再寫到文章 他沒有辦法再以寫字和打字的形式去讚寫這本書 很多老婆裡面的語言區域已經死了細胞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繼續這個作文 這本書的最後兩成是由他太太去寫的 他太太在最後一個chapter 有交代到他的天生 即是Procalinity 在他人生的最後一段歷程 多麼困難 還有多麼掙扎 為這本書要寫上去 而去花時間 去花心機 但最後都完成不了 他也有形容Procalinity 在Deathbed 即是臨死的時候 究竟他的畫面 他的身邊的人是有什麼 場景是怎樣 他也有解釋為何這本書 會叫做 When Breath Becomes Air 是一個很有深度 去到很後很後才會得到 整本書的內容去問的一個 題材 的確跟兩部分的讀者一樣 一開始我都會覺得一開始 他講關於Doctor's Life的時候 是比較悶 因為你讀書的鬼字 對不對 但是呢 其實我們就會發現到 這本書講的越來越深入 是 當一個醫生都會面對死亡的時候 是有多麼脆弱 因為大家讀自己入門 在評分之前 我想說回另一本書 因為在上一集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介紹過Randy Poche 的The Last Lecture 而這本書也是講 有一個scientific 的一個professor 他是知道自己有癌症之後 做The Last Lecture 主要想跟他的學生告別 還有留一個好的美好片段 給他的三個兒女看 而我們今天介紹的 When Breath Becomes Air The Last Lecture 和這本書 The Last Lecture 我覺得是有一點相似的 首先呢 我想說他們兩個都是通才來的 因為一個呢 這個就是 computer engineering 的professor 他也是寫很多論文 是一個journalist 而 Paul Kalinarty 本身是一位 曾經外科醫生治療 他也是有收入literature 的major 所以他之所以可以寫到這本書 是因為他習慣寫的 除了他們的背景一樣之外 我們也會看到其實 他們兩個呢 都是 主要來說寫這本書 都是為了自己的愛人 為了自己的下一代 那當然也會想給 世人留給他們的故事 那當然啦 故事情編很明顯 因為他們兩個患上病 所以才為了這本書 上次我介紹過 The Last Lecture 其實是一個非常容易的 When Breath Becomes Air 我覺得是上次 可以看看專業人士 怎樣看人生 大家的時間都非常有限 在拿完一個 做了Master Degree 或者做了Professor 做了醫生之後 又怎樣令外向世界 都知道自己 時間有限的時候 又會怎樣改變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 大家可以 好像我一樣都是Marge 來看 其實這兩本書 都是一本 這本就是看微辣的R介紹 這本就是看外國的 Blogger介紹 而看的 但Marge兩本 就會特別找到功力 看完之後 你也會特別增值生命 再測試你的評分 這本書我給他9.10 除了一開關 可能講醫生 怎樣入書之外 是有一點點的 其他情節都非常感人 非常出力的 在這裏 除了介紹你們看 When Breath Becomes Air 記住 買了類似的網絡 就是The Last Lecture 希望你看完這本書之後 都會對於人生有靈魂的體會 珍惜生命 珍惜時光 和珍惜和你身邊的朋友 有家人、親戚、演員、相處的時間 今天時間就是這樣 我們下次出書影片再見 記得按住下面的Subscribe 和Long仔 下次出書影片你就會馬上知道 拜拜